今天去什么 咱们来做折叠式的紫菜包饭 就是我们英文说的Folding Kimbab 这个在韩国是很流行的 咱们还是边做边说 Folding Kimbab和Kimbab的做法 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 用的食材在米饭的处理上 和Kimbab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在这我就不重复了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把这个链接放在右上角 您可以参考一下 Kimbab那集米饭怎么准备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材料除了米饭 就是紫菜 紫菜也是一样的材料 只不过不同的是 咱们不用小竹帘子 把一张保鲜膜拖在桌上 同样是紫菜光面向下 然后我们不是直接放材料 您看您靠您进的这边 我们从中间用剪刀说给它剪开 您可千万别剪刀头 剪刀一半的位置 像这样剪刀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您看一下 这是不是可以把这整张的紫菜就分成四个区域了呢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食材放上去 当然首先是米饭了 然后您可以在这四个区域里边放四种不同的食材 您可以放两层都没关系 您可以任意发挥 所以用什么食材都可以随便 您放的食材越多 您做好的这个Folding Kimbap 它就越饱满 越厚 人放的少 它就比较薄一点 然后呢 再把它给折叠起来 就是这个折叠紫菜包含的来源 材料刚才咱们说了 您可以任意发挥 您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 当然米饭是并不可少的了 可是呢 您选择食材的时候注意 不要放这种有汤有水的 不然的话呢 您这折叠起来 它里边就漏汤了 材料多少 品种 您可以任意选择 您做几次之后 就有心得了 这个放不同材料 放在不同的位置 然后如果去折叠 效果是不一样的 咱们从打开这角 先往上给它折叠一下 然后再往侧面 再给它折叠 最后再把最后这一面 给它叠下来 最后呢 就折上一个方块了 就是您这张紫菜 四分之一大小的这么一个方块 然后呢 咱再介入 让它铺好这张保鲜膜 让它帮忙 把这个呢 给它包起来 因为您折叠好这个呢 您吃是没法吃的 您拿起来 它就都散了 然后里边食材 是不是都掉出来了 但是有这个 保鲜膜给它帮忙 包起来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整个的 不会散的 而且呢 您可以尽量的 给它包紧实一点 然后吃怎么吃呢 您别着急 一会儿 咱们再看 这样就包好了一个 同样的方法 您可以 米饭放多一点 怕小朋友不够吃吗 这样 它就会厚一点 同样的方法 给它折叠 您食材 可以变化 折叠的方向 可以变化 一会儿 您看 做好之后的效果 您就知道了 由这个 基础 您可以变化 我们把它 从中间切开 您看 切开之后的效果 这里边 是不是很漂亮 吃的时候 您只要把这个 保鲜膜的质往下一拽 就可以非常方便 地给它吃了 小朋友带饭呢 吃早点呢 都非常好 您看效果 视频很漂亮 小朋友都喜欢 您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咱们下一餐 再见